雲林縣長李靖勇昨天與文化處城鄉處新聞處一同會刊位於斗六梅林的台南水稻水源地 林內舊發電廠、水利文物館以及石龜火車站 演你如何串聯山區的觀光景點 李縣長指出水稻水源地與發電廠的建築都有近百年的歷史非常有特色 更符合綠能的議題 再結合林內鄉隆過賣步道、林北社區及保隆職場辦公廳設 未來將是台灣最夯的景點 根據民間文史團體的一個投書 我們知道在梅林地區有這麼一個超過百年以上的 這個自來水公司所管的一個集水的設施 集水跟供水的設施 所以今天特別到現場來會看 其實後來我們知道在民國92年的時候 縣政府已經進行此地的文化遺產的一個清查的工作 那縣政府裡面也列有這個案子 不過因為這個地區是水公司他們所掌管的一個水利設施 而且持續的在供水使用當中 所以沒有進一步的來做文化遺產的一個審議的工作 那麼今天我們除了這個徵詢水公司他們人員的意見 同時地方的里長 包括文史團體的代表 大家共同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這個設施是值得來做文化遺產的一個保存 因此我們會來進行相關的一個調查跟審議的工作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充分的跟業主 也就是說自來水公司 當地的這個民眾 大家做意見充分的一個溝通之後 來進行相關的維護 以及保存活化的這個工作 林內是一個非常迷人的小山城 那過去大家所知道 哪有八色鳥 那麼還有值班碟 其實除了八色鳥值班碟之外 它還有非常豐富的觀光資源 我們有向觀光局建設一個 在台山縣一個跨域的亮點整合計劃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拿來 但是拿來獨了我們這個重點經營點 是在這個保隆職場的就職之外 我們覺得應該在串連林內 很多非常精彩的觀光亮點 我們今天看了兩個地方 水利的博物館 其實水利博物館大家所知道的最有名的就是這個八角石 那麼這個從日本時代 這個整個水利建設這樣一賣 把這個相承下來 它還有非常豐富的一個文物的陳列館 這一轉台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一個 有關於水利的一個陳列館 那麼另外我們剛才再去看一個 佐水溪的發電廠 這就輸了很久了就對了 那麼舊的發電機組呢 現在已經沒有在運轉了 但是呢 它非常富有這個歷史文化的這個移植的意義 所以我覺得這兩點 都可以做一個進口 都可以做一個串連 來豐富林內觀光的一個內涵 我相信一定可以收到 這些遊客他們很大的歡迎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